大地的脉动如同掌心的纹路 一条条盘根错节 深深牵动着台湾地壳的命运 1999年9月21日深圳 台湾发生百年来最大地震 地震能量好比115颗广岛原子弹同时爆发 短短102秒内深埋地底的巨龙突然苏醒 从地底窜出在全岛四月 地牛翻身的破坏力依旧令人心有余悸 造成地震的元凶 就是沉寂千万年的车龙普段层 强大的震波寒动地球 连远在另一端的美国都收得到 地震过后 地表上留下长达百公里的猎头 大地的秘密就隐藏其中 在世界上很少有断层 因为一次的大地震造成了如此大范围的龙起 而在南投竹山这个地区更保存下来 当时地震所造成的地表破裂原状 从曹沟的棚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过去多次地震所造成的折皱还有断层的构造 地震学家也从其中找到了两千多年来古地震的份子 引发大地震的断层就深埋在脚下这块土地 想揭开活动断层的神秘面纱 看清断层真面目 曹沟挖掘是最直接的方法 赤隆普断层就露出在地表上 让地质学家得以破解地震的周期密码 专家沿着断层经过的区域 开挖数十个曹沟 其中竹山曹沟最具规模 长43公尺 宽14公尺 伸8公尺 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草沟 不少国际地震学者也专程来台湾取经 这个竹山曹沟 你这种规模来讲 全世界这种草沟 大概只有5个到6个 竹山曹沟是算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草沟 规模最大的 车路母断层的活动 它是属于一种密冲断层 密冲断层 这种密冲断层其实在全世界来讲 并不是很常见 一般来讲这种密冲断层 都在这种造山的区域 山脉里面才会看到 台湾这种在车龙谷这边还算平地 历经11年筹划才完成的 车龙谷断层保存园区 学者清楚在草沟扑面上看见折皱 断层的构造胶体出现 仿佛是一部纪录片 记录千年来的地震史 专家发现 过去2000年来 车龙谷断层曾经引发过 五次古地震 断层平均的地震周期为300年 推测下一次车龙谷断层 再次引发大地震的时间 将在西元2245年到2435年间 台湾地震平凡 正是因为距离太平洋海板块 菲律宾海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的交界中 千百万年来 激进无声的板块运动 造就台湾的独特景观 却也带来威胁 当地层受到板块运动的挤压 压力开始累积 在岩层能承受的范围时 会产生折皱 但万一压力大国岩层能承受的范围 岩层就会断裂 形成断层 竹山草沟挖掘之前 只看得到地表在大地震后 被抬升了1.7公尺 草沟开挖后 才发现断层剖面有多次错动的痕迹 仔细看看还能发现 第二层跟第三层的剖面 布满鹅卵石 跟上下层明显不同 埋藏着一个沧海变桑铁的故事 下面那边大的鹅卵石 这种鹅卵石大大 这原来是左水溪的河床的东西 所以这两套东西是不太不一样 那它的不一样也跟地震有关系 原来的话可能在两三千年前的时候 左尾溪流到这边来 那现在左尾溪已经改道了 那为什么改道 应该是说我们这边断层 把这个地壳抬升 地质学家尝试回复断层错动前的样貌 让古地震一一现行 探索地震发生的频率 断层破裂面以上的部位就称为上盘 以下则称为下盘 试想两只怪兽在沿盘的左右两端 用力向中间挤压 使得上盘往上冲 下盘往下走 这种断层就是逆断层 相反的 如果是向外拉扯 上盘往下掉 下盘往上走 这就叫做正断层 车隆普断层造成如此巨量的错动 世上罕见 引起国际科学界极大重视 由中央大学及台湾大学研究团队主导的 车隆普断层深井钻探计划 选在台中大坑 进行两公里的深井钻探 直到断层深处 历经365个漫长的日子 钻探的过程辛苦艰困 台湾科学家主导的国际团队 终于在断层附近成功取出三段完整的延星样本 深或国际肯定 也使人们对地震有了突破性的了解 延星样本虽然无法言语 却是最沉默有力的证据 科学家发现 原来台升地表的力量只是地震威力的冰山一角 研究团队在样本里还发现了玻璃值的结晶 证明地震当时断层错动瞬间 温度高达摄氏1100度 原来其他更多能量都转为震波和热能释放 其实我们感受到的能量 地震波能量是最小的 它大概是一般的 大概是5% 10% 7% 甚至90%能量是用热跟破碎能量 尤其是热消耗掉了 想深入地底可遇不可求 受到车隆普断层深井钻探计划的启发 近十几年来 全球地质学家透过仪器实验 模拟岩石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一般发生地震过后 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断层错动 还有断层滑动 但是断层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在它产生的那一瞬间 我们的大地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科学家一直都不是十分的了解 而现在我们来到了 日本防灾科学技术研究所 这里正在进行的是 岩石动力摩擦实验 科学家利用了非常坚硬的斑力岩 来做这个实验 透过上方的加压器 给予相当约50辆车子的重量 还有振动台来回移动的振动 来看看 这么坚硬的岩石 在这样巨大的摩擦力之下 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有助于科学家解开断层形成之谜 科学家在岩石上布满一个个感应器 每听到咚的一声 都是仪器对岩石施以巨大的外力 一旁设置机密的设备 记录岩石受力之后的振动波形 实验结束后岩石表面上出现一条条 像磕出来的纹路 这些就是模拟断层滑动过的痕迹 研究人员小心翼翼将岩石快速摩擦后 残留的粉末装进袋子 岩石可以承受多少压力 答案就在这些粉末里 我原来石头假设原来石头是这么大 我要磨多久磨到整齐 那个细已经是到奈米了 那要形成这个奈米的原因 可能需要是瞬间加温 或是瞬间加压 回到车隆普断层现场 物风光复国中的操场东半部 被断层拦腰化成两节 脚是倒的倒 塌的塌 十多年过去 时间仿佛凝结在那一瞬间 经过数十年努力 地震依旧难以捉摸 踏山之时可以工作 与我们同处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的日本 如何有效监测地震提早预警 将灾害降到最低 借尽先进国家的经验 才能学习如何与地震共处